《四季轮回》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 古希腊人的解释很简单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 就讲这个四农神 德莫特尔 他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 这个女儿呢 有一天在水边 梳妆打扮 这个 敏王 普鲁 就是那个 你老手与唐老爷 那个狗的名字 普鲁 普鲁是希腊神话当中 敏王 也就是阎王爷 中国地狱之王的名字 这普鲁图呢 就看上这个美女了 四农神的女儿 就要娶她 这个四农神就不干了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怎么能嫁给你呢 这个敏王就不干 就说我爱上你女儿了 我们打官司 打到宙斯那里去 一个妈妈 舍不得女儿 一个普鲁图 要娶这个女儿 怎么办 宙斯说 一人一半 这样子 每年呢 你一半的时间 到地狱 到跟这个敏王在一起 跟你的丈夫在一起 你嫁给这个敏王 一半时间跟她在一起 一半时间呢 你要回来探望你的妈妈 斯农神 德莫特 所以呢 每年 到了 女儿 要跟普鲁图走的时候 就秋风消瘦 斯农神啊 女儿要走了很伤心 没有心思种地 没有心思管树木啊 田野啊 斯农神没心思了 大地就一片萧瑟 所以就到了秋天 万木萧条 然后冬天 田野荒芜 是什么原因啊 斯农神 女儿出嫁 女儿不在身边 难受 好 女儿一半时间到了 女儿回来看妈妈了 春回大地 草长云飞 斯农神又开始种地了 古希腊人 用这样一个神话 来解释四季的轮回 我们通过这个神话的借鉴 我们能理解 圣经当中讲到很多 耶和华 惩罚埃及人也好 还不光惩罚埃及人 也惩罚他们自己 他们一遇到自然灾害 的解释就是说 或者是埃及人 别的民族 或者是我们自身 做了对不起神的事 做了坏事 做了恶事了 所以上天惩罚我们 他们把一切的原因 归咎到我们个人 对神的信仰 对神的侍奉上面去了 所以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了 所以大家要是读圣经的话 或许会碰到跟我一样的困难 很多人一看 这什么呀 怎么对埃及人这么不好 把这本书扔一边去了 我当时就很抵触 我就觉得 哎呀 我恨不得就带着批判的眼光 我说下面开始 我要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 我那么小我就这么想 但是呢 我那么想也是有道理的 我当时就这个认识水平嘛 不要紧 真实的想法也呈现出了 好 我们接着讲 就是说我们能够用这种眼光 来看待神话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神话里面 那么很多这个圣经当中啊 对文学特别有启发的 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讲 在那边的课堂上 原来教过一句话 法语的一句话 它的原文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干锅是用来练银子的 那个炉子是用来练银子的 但是呢 耶和华是要考验人心的 法语的原话 用了克赛 克赛是一种干锅 炼金素是用的干锅 弗赛是一种打铁的炉子 他说干锅呢 是用来练银子的 这个弗赛是用来练银子的 耶和华是考验人的心灵的 圣经当中翻译成 顶为炼银 炉为炼金 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翻得非常好 所以我就在讲这个语言 顶为炼银 炉为炼金 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这是什么样的人翻译的 简单是神来之彼 如果换到像我这样的水平的人 干锅是用来练银子的 什么是用来练金子的 也没错 就错了 理解吗 顶 外国没顶啊 顶是中国才有的呀 大四母五五什么大方顶 可是只有这样意 才有力量 才传神 所以我就主张这样的翻译方法 一定要理解了他的意愈 他不是为了强调这个干锅 还是炉子 他强调的就是说 耶和华是要熬炼人心的 尤其用这个熬字 法语当中也没用 所以很多时候吧 翻译的要义在于传神 传神 不是传行 尤其是关于宗教 我们带着这样的眼光 来看文学 来看圣经 我们就会发现 圣经不仅是一部 特别好的文学作品 而且它会给人的文学创作 特别大的启发 遍地都是好的景句 启发人们从事创作 特别好的句子都在圣经当中 只要你用心 就像圣经当中讲 你扣门 就给你开门 你寻找就找到 你扣门就给你开门 这圣经当中的原话 你寻找就找到 你扣门就给你开门 前提是什么 你不找 到哪儿去游呢 你说我坐在这儿 我跟你们讲杨柳街的故事 我跟你们讲望娘滩的故事 我们讲长江边的神话传说 我哪来的 非常简单 我用最笨的最原始的办法 我背着个包蹭着个小船 就到了那儿去了 到那儿去就敲人家门 老师傅啊 我给你点支烟 你给我讲讲故事吧 我就听到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没有人这么做 不是因为命不好 也不是谁有什么天才 就是有人不敲门 那谁给你开门 你不敲门谁给你开门呢 对于神的道理 对于信仰 对于宗教 对于文学也同样 你寻找就找到 你敲门就给你开门 前提是你是不是去找 你是不是去敲门 而且是找什么 敲哪家的门也有学问的 这个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呢 如果打开这本书 我告诉大家 我曾经得到的体会 在关键时刻 圣经给了我力量 给了我启发 同样的这些话 我也给你们 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我能从中得到的营养 鼓励 我相信对你们或多或少 可能也有启发 或者产生共鸣 摩西 有一句话 在圣经旧约的生命纪当中 生命啊 就重复命令 重生这个命令 生命纪当中啊 第32章第二节 第一节到第二节 大家注意 在严格意义上讲 但凡我们提到圣经当中的一句话 一定要说 它是在旧约还是新约的 哪一章哪一节 这个是一个习惯 而且你一定要用它的原句原话 你要么不要隐 你要隐 别的话可以随便讲 圣经的话就要用它的原话 不要改一个字 表示它的严肃 而且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的翻译 都是信得过的 生命纪的第32章 第一到第二节是这样的 摩西啊 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摩西 他经历了艰苦的征战 带领以色列人跨越了红海 水分开了 这都是自然现象 果然那个时候 大概是因为地震 正好水都两边分开了 他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 经过了征战 他临终以前 他要跟以色列的 他的子民们说话了 他说 诸天啊 侧耳 我要说话 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 我的教训要伶俐如雨 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 如细语降在嫩草上 如甘霖降在菜书中 这是摩西的一段话 我的教训要伶俐如雨 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 如细雨降在嫩草上 如甘霖降在菜书中 回到我上学的时候 就是八十年代 大家都在写朦胧诗 我特别笨 怎么都写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用这儿写 人家都用这儿写 我用这儿写 所以呢 我写的东西人家都看得懂 因为我痛苦啊 我就说我痛苦 我自己过不去啊 就把这种真心话就说出来 用这儿写的就朦胧 朦胧反正就看不懂 所以我写的东西人家老是能看懂 能看懂就不好 所有的人都摸摸我的头 哎呀 你这样写 我就按照这样改 他说那个人又说你那样写 我又那样改 结果我特别当真 这个事情啊 大家当年说的一句什么话 他们写的一句什么诗 我现在二十多年以后聚会 我背给他们听 你们当年写的什么诗 他们一拍脑袋 我写过这个呀 自己都忘了 我说冤不冤 我这么用心 然后呢 我后来一咬牙 我说你们说我写的不好 我一直要一咬牙 我写了二十年 我再把我的诗拿去 他们说 一呗 你还在写诗啊 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 我写的好写的好 他们都不玩这个了 你说我冤不冤 但是当时 劝我改行的也有 说我这儿不好的也有 那儿也不好 他们都是玩的 但谁救了我当时 摩西这个话救了我 就是说 你们不是牛吗 你们比得更摩西吗 摩西说话 都要我的言语 要我的教训要 灵力如雨 我的言语要 滴落如露 如细雨降在嫩草上 如甘霖降在菜书中 什么意思啊 最好的语言 摩西的语言 灵力如雨 滴落如露 意思就是说 简明的 爽朗的 滋润万物的 是随风浅入夜 润物细无声 是听得懂的 摩西的语言 也是听得懂的 你们写东西听不懂 你们有问题啊 摩西鼓励我 当时这句话 我们今天讲起来 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当时我一听 摩西这么说了 没错 我得这么写 写着写着 我越写越看得懂了 水平也提高了 所以我现在的东西 没有哪个看不懂 只要看得懂汉语的人 虽然看得有点吃力 因为它里面内容 比较丰富 我现在再写的也是 我就做了一个尝试 我就觉得 这个胡适先生啊 他随便说了一句话 就好像鲁迅 当时随便说 你们青年人啊 不要读中国的书 只读外国的书 鲁迅讲这个话 他不是不负责任 他是对着 当时的那帮人 对着孔一己们说的 当时的年轻人 留着长辫子 穿着长袍 知乎者也的 他当然就说 你们不要读中国的书 只读外国的书了 鲁迅今天还会这么讲了 不会这么讲 胡适先生还讲过一个类似的话 他说我们以后写作 大家注意都不要用点 不要用典故 因为中国古人用点用太多了 看不懂 白话文 主张大家不要用点 先把这个国家救活了 先把这些青年人救活了 人活了才有希望 所以我要是在五四的时候 我也会这样说的 可是我们在今天情况变了 我就发现 胡适先生轻易说一句话 我们现在写作都不用点了 这个是不好的 中国人容易走极端 所以我现在在写的 竹林七贤这本书当中 我有意无意地用了相当多的典故 这个典故不是为了标明我有学问 而是说这是很好的历史典故 不应该忘记 因为我写到鸡康阮记 他们写诗 他们说话 他们一说就是个典故 我不能因为不用点 我把这句话删掉 我渐渐地发现这些典故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就像我上次跟大家讲 鲁人尘哭 是吧 鲁国的人早上哭了 孔子的学生言回 就听出来 这个里面不仅有死别 还有生离之苦 你说这种典故 有那么难理解吗 有那么必要把它觉得 都是成就的删除吗 当然不是 因人及庆 就因这个地方的人 敲这个庆 这种一种乐器 忠子期 就是忠子期和伯牙 听到敲这个庆当中 有悲伤 他一听这个激情 他就知道 这个里面含着悲伤 你说这种东西 也要删掉吗 也不能用吗 这种典故都不用的话 那我们都变成郭敬明 就好了 那就不对了 是吧 我们的典故可以用 只要他用得自然 我们内心深处清楚地知道 我用这个典故 不是为了卖弄我的学问 也不是为了平直成 也不是为了别的 我只是想让我的兄弟姐妹们 了解这段历史 从中受到启发 既然我的目的是纯正的 我就用 所以我用了好多典故 我加注 能不加注的 就不加注 需要加注的 我就加注 将来 你们一年以后吧 我看今天是一年以后 应该差不多了 差不多到明年 明年七月份以前吧 你们去 明年这个时候 你们去市场看看 有没有关于一个竹林七弦的 我写的书 差不多应该能成功了 这是 我书名还没定 不是我保密 因为我好多书名 还在筛选当中 好 我就告诉大家 圣经对文学的启发 就是这一句话 对当时 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来讲的 一种鼓励 我再说 对于生命的一个启发 有意思呢 上次 我那个时候 年纪轻 我就在课堂上跟同学说 我说你们心里面有什么疑问 你们就说第几页 第几章 保证圣经就回答你们 当然当时我祈祷的 所以就零 我现在 我不敢这么瞎说 我现在 做事情更谨慎一点 我不敢冒这个险 我当时冒这个险 结果都成功了 都成功了 有个同学 这是新闻系的一个同学 好几年前了 他就说 也是类似一个问题 我要 做文学好呢 从事文学好呢 还是去经商好 我要是出国好呢 还是留在国内好 他就讲了 好像是第44页第四行 结果我一翻开来一看 圣经当中的话是 若非如此 你就应当这么行 若必如此 就是你 如果非得这样的话 你就应该这么去做 你就应当这样行 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 如果你非做不可 你就去做 不是非做不可 就不去做 正好他就回答了他的问题 还有一个同学也是问 我说出国好 还不出国好 我又随便一翻 愿你在德法 德亨通 德国的德 法国的法 愿你在德法 德亨通 他就出国了 这是这样 这么巧 但是轻易不要用 我现在都不敢用 轻易不要用 因为这个东西 是要经过祈祷 要经过祈祷 所以在文学上来讲 我就告诉大家 就要借鉴宗教的一个方法 就是祈祷 这个说起来一点都不悬 你许一个愿 而且按耶稣的话讲 不是说当着大庭广众 在这个教堂里面 在这个十字路口祈祷 而是躲在暗室里面 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独处的时候 你无论采取什么方式 你是站着也好 跪着也好 趴着也好 反正你认为表示 对神的一种 最敬仰的一种方式 最尊敬的一种方式 你许愿 你让谁来保佑你 你让神灵 你许一个愿 准成 准成 那这种愿 前提是什么 是善良的愿望 是抽象的愿望 而不是具体的 不是说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说一种 一个心愿 一个心愿 就是我那个时候的祈祷 我现在也敢说了 因为我那本书已经完成 我就祈祷 长江边的先民 那些市区的孤魂 给我力量 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 我天天都是这么祈祷 他们就给我力量 最后就是他们在告诉我 我要这么说话 就是这样 所以你们在从事文学创作的过程当中 祈祷 非常灵 我就说这一句话 因为这不是什么道理 但是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非常有效的方法 我们老是学这个文学创作 研究这个研究 写那么多论文 没用的 我告诉大家 我不是说 我自己告诉大家的是一些实战经验 是一个 一个怎么说 有过深刻的经验教训的人 走过很多弯路的人 告诉你们的话 这个东西 在实际的创作当中 直接地祈祷 非常神奇的效果 非常神奇的效果 你这个祈祷 纯净自己的心 持续不断地祈祷 你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一定能实现 那么我们再讲 我在这个关键时刻 也是一个基督徒 他告诉我一句话 这是这个圣经新约当中 有一句 不太平常看起来 不容易引起注意的一句话 我当时四面楚歌 就是因为老是去三想 把这边的工作也耽误了 也没做好 确实我也有责任 完了就有人整我 整的我就要被开除了 我当时 当然我在这说是我的错 不是领导的错 但是有人要整我 要开除我 我就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 结果 一个基督徒问我 怎么样啊 我说我迷茫啊 他就告诉我 他随便说了一句话 他说 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 这个新约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 第九节 我为这福音受苦 甚至被捆绑 像犯人一样 然而神的道 却不被捆绑 当时一个基督徒 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特别感激他 也就是说 这些人 能够限制 我的身 比如说 让我工作 不让我工作 让我讲课 不让我讲课 神的道 却不被捆绑 也就是说 如果我心里面的道 是正道 是正义的道 光明的道 神的道 谁也限制不了我 神的道 却不被捆绑 我一下子就解脱了 就是我就觉得 这个关键时刻 圣经让我得到解脱 你们随便怎么样 来折磨我 但是呢 神的道 却不被捆绑 我坚持 我要去记录长江 把先民们的命运 和他们的 珍贵的文化遗产 告诉给我们的 民族的兄弟姐妹 这个没错 这是神的道 谁能阻挡得了我 不怕 结果我就胜利了